大众都见过 金标大众见过吗 尊贵吗 来 这台全新的ID Unix ID宇众 在之前的北京车展上面 已经和大家门门隆隆的见过一次面了 在一个黑色小房子里面 而我们这次是抢先带来了 这台车静态 包括之后动态试驾的体验 我之前本来以为这台车没什么好说的 但里里外外体验了一圈之后 我发现 好像大众对它下的料还真的挺足 如果你对这台车有一定了解 相信肯定会知道 它其实就是Cupro Tavaskan 在本土的姐妹车型 然后其实在欧洲大众集团 分为三个比较重要的品牌 一个是斯科达主打一个清零的市场 大众就是主打一个中端 大家更熟知的一个品牌 然后Cupro就是主打高端 更年轻的一个市场 其实Cupro这个品牌 它的整体定位就是要比大众要更高的 所以这台车又基于Cupro而来 它整体的用料包括定位 就相对来说是更高的 确实下了很多本 所以这支视频 我就向氛围静态和动态的部分 给大家来好好体验一下 这台全新的ID Unix ID与众 首先外观部分 你可以看到和之前看到 所有大众ID系列车型ID3 ID4 ID6 都完全不同 动感了很多 很sharp 很凌厉 从里到外 你都能发现很多金色的元素 这个标 下面进气格杉的金色点缀 包括尾部的尾标 还有内饰 它门板上的金色线条 贯穿整个内饰 所以金色是这台车很重要的一个识别标识 然后再加上这台车一共有五个颜色 但是这五个颜色都没有任何高饱和度的颜色 没有什么蓝色 鲜红 橙色都没有 反而是白色 银色 深灰 和黑色 都是对应了我们夕阳 佛小 月夜 这种大地色系的颜色 所以这五个颜色 任何一个颜色和金色配起来 都是比较优雅且动感的 侧面这里的早风槽 实实在在的真把 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它这个洞 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这台车的运动属性 整体的尺寸 车长是4663 而轴距是2766 一会儿进车内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空间表现 我们这台双电机的版本 轮圈尺寸来到了21英寸 而即使是低配 轮圈尺寸也有20英寸 所以这台车轮圈20英寸起 不存在什么小轮圈低颜值的说法 整个侧面你也可以看到 完全是轿跑型SUV的风格 还是那个字强调了它的动感 然后来到尾部 整体尾灯造型和头灯 一样是呼应的 很尖很锐利的感觉 然后在下方你可以看到 有类似性能车运动车的这种扩散器的造型 先背造型 整个后备箱打开之后 平整度包括后备箱 它的高度都是比较可观的 所以后备箱平整容积也还是OK的 不过有一点后轮现在还是古沙 你看即使前轮它已经搭配了358毫比的刹车牌 而且它的制动性能来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00-0的刹车距离是36.5米 但这个古沙呢 还是看着比较个影是吧 内饰也是非常熟悉的 大众电动车家族的风格设计 不过有这么几个细节是这台与众 相比起ID4和之前ID6可能会更有质感的点 首先就是这整个门板 你可以看到设计这边是有一个弧度的 会更有设计感一些 然后前面和大家提到的 从里到外都有金色的点缀 门板上面这边有打孔 里面是有氛围灯的 在晚上亮起来时候的效果 会觉得这台车更加时尚一些 不过车窗按键还是只有两个 我前面不是和大家强调了 这台相比其他的大众电动车料堆的足吗 12扬声器的汉曼卡顿音响全息标配 前排两张座椅的按摩功能全息标配 不过只有加热没有通风 像北京这两天天气确实很热 如果顶配能有个通风功能 那就更完美了 整个座椅无论从视觉上 还是你实际乘坐的感受上 都是挺运动的 一体化的造型 两边侧翼和下面坐垫的包裹感 你看到旁边侧翼有多高了 所以其实你整个人坐在里面 首先支撑性比较好 其次就是相对激烈一些的驾驶 它旁边还是能给你顶住了 并不是那种纯软的大沙发 15英寸这辆大屏 有大众最新的数字系统 现在还新增了一个AI的形象 你形象管理点进去之后 可以给它个性化去搭配它的装扮 这和以前我们玩QQQ不是一样的吗 奇迹暖暖有玩过吧 不会真有男孩子没玩过奇迹暖暖吧 我也不相信有男孩子童年的时候 没有看过白白虾 你还现在昵称叫小鸡 练习两年半的小鸡吗 默然形象 好像类子看着比较舒服一些 那其实大众也是希望给这个车机 增加一些虚伪性的做法吧 然后你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界面和之前的ID车型 也是有所变化的 现在主界面就直接显示地图了 然后在旁边的侧栏 设置一些你会常用到的功能 然后你的驾驶模式什么都在上面 所以整个操作的逻辑我觉得是有优化的 不过反应速度还是需要加强 前排是我调整好的坐姿 腿部空间其实三拳左右还算宽余 但头部毕竟是受限于它轿跑SUV的造型 所以四指左右我是1米76的身高 然后当中地牌 当然没有人会得突起非常好 然后有两个Type-C的接口 有空调出风管 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配置了 大众对这台车另外很下笨的地方 就是它的驾驶操控了 它配备了一个DCC的自适应悬架 能分22段可调 这个在之前国内贩卖的ID系列产品上面 是没有听说过的 所以我很好奇它驾驶起来的表现 另外它的电池包相比起国外 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现在是82.4千瓦时 我没记错到国外应该是77千瓦时 会更大一些 COTC的续航是614公里 那既然大众也强调 这台是原汁原味 德系的操控引进的车型 那就不得不期待一下 它驾驶起来的表现了 大家多点点赞好不好 下期视频带你们了解一下 这台ID与众 它的驾驶表现 也是我最为期待的部分